大家好 各位潮民朋友 我今天連同九位局長 一位常任美司長 兩位處長和其他同事 包括醫管局的行政總監 出席今天這個外會的特別會議 主題我們借個機會是最新的抗疫防疫的情況 和我們的警隊措施是和議員做一個全面的交代 亦都聆聽他們的心聲 他們的意見 特別他們關於未來我們應該怎樣走呢 特別他們關心抗疫的工作 和抗疫基金第三年的籌劃工作是怎樣呢 我們會有一個很好的交流 現在警方說到其實兩派人 警方就有報導不是無差別的襲擊 亦都說到雙方勢力均等和旗鼓相關 應堂警方的這個說法呢 警方其實是否否定他們之前對721的定性呢 另外就是其實內地就之前推暴了李宇天粉 十幾個去非法越境的人員 香港有沒有收到內地方面的通知呢 知不知道內地會怎樣處理 其中李宇天其實是發了港區國安法 知不知道內地會不會將這個人交回來香港處理 還是怎樣呢 我剛才都講得很清楚 這個警務處理長 昨天已經是一個記者見面很清楚交代 警方的那個難受 而我相信任何的審訊都是基於事實 基於證據 所有這些事實證據呢 是作為呈堂的證供來的 在法庭上會是一個公平公正的審判 香港是司法獨立 所以我們對這個整個過程有信心 但是警隊是一定是依法凡事 絕對是依法凡事 沒有事實根據 也都如果是沒有證據的話呢 我相信法庭都比不住腳的 第二樣東西呢 你剛才講的那位先生呢 李先生那樣東西呢 亦都是 警方剛才都講了 我認為會和內地有關的方面 是最重要的是這件事 OK 那即是收拾 張建忠何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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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1天正如山 政府顛倒黑白 張建忠何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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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 形為 ipt 張建忠何止 tidak 可 高